要求奢账不成男子愤而砸店 有一名高兴男子不满花莲一间KTV 不给奢账9000元 先推倒了柜台前的啤酒箱 赶走别组客人 猛砸店面之后 还返回车上拿球棒继续破坏 嚣张的行径直到警方赶到现场 利用辣椒水和警棍喝斥才冷静下来 先不要喷 先不要喷 女王啊 女子苦求远景不要喷辣椒水 但男子情绪激动跟警方讨价还价 远景仅拿着辣椒水和警棍 因为他们货报 这群人竟然大闹KTV 先推倒了柜台前的啤酒箱 赶走别组客人后 接着拿起店内物品到处乱砸 甚至返回车上拿球棒继续狂砸 而起因疑似是不满赦账9000元 遭拒恼羞成怒 我员工打给我说他们要欠账 我人在外面 后来员工打给我说店被砸了 KTV无辜遭砸 店内一片凌乱 算一算损失至少20万 事发在3号早上9点多 还回来袭花莲停班停课 没想到这两人不但大闹KTV 遭捕后还传讯息恐吓老板 嚣张行径也让老板决定提出恐吓告诉 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